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有钱的靠山 知道了 做功课了 知道卢美美是何许人也了吗 知道 知道 24岁的厉害女孩 掌管了好几亿的希望工程的金款 是希望工程吗 希望小学工程的这个 中非希望工程 你知道做个主 在中国做个主持人是很麻烦的 因为中国呀明目繁多 类似 你比如说光这脊梁 你就分不清 是共和国脊梁 还是中华脊梁 中国脊梁 有好几个脊梁 对 比如评奖 你做一个播音员 有时候你很容易 我就知道央视有个原来的主持 那个是什么脊梁 这个后来还出事了 后来就引起各部门调查 你知道吗 你包括这些原来说的 脊梁不是随便可以做的 郭美美的那个红十字会的这个事 你一下你就发现这个明目繁多 红会多得不得了 对啊 对 明目繁多 所以说这个你也非常怕说错 你说希望工程吗 我一看 他是中非希望工程 执行主席兼秘书长 就是这个卢兴宇啊 这个人叫卢兴宇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那个 微博上发出来的这个图片 感觉也是胸怀紫禁城啊 卢兴宇啊 他是1987年的生人 微博认证信息为 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 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 微博中他与众多政要名人交往密切 是 哎 对 那又什么惹着你们呢 为什么又又 没惹着我惹着他们了 他们吵起来 不是 这个事啊 一出就是一堆事 说 一坨 一坨就是一坨 这种情况由其管理 有些共同点 第一他们两个都很年轻 都是漂亮女孩 然后呢 但是他们呢 都可以 你觉得真的觉得漂亮啊 他们的富有呢 我跟你说 女的说女的漂亮 这话你就甭交 我这辈子 这半生生有机会 我是真的觉得人家是漂亮女生 然后呢 又年轻 那是他们呢 现在所拥有的财富 却不等同于他们的年龄 以及他们都做的是慈善 有慈善 然后让他们觉得有钱 这不应该是在这个 大家认知的常识里面 所以他们就把它变成这个 同比的一个两个女孩 但是呢 我要说的是郭美美 她可能只是一个这个炫富啊 她并没有很高的 这个怎么讲 知识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人家说这个卢新宇啊 本身是这个家中念 念书回来的 人家是有很高的学历 然后呢 这件事情是人家爸爸 这个 这是人家那个 郭美美是干爹嘛 人家是亲爹 这个是更靠谱的 这个钱肯定是家里面 或者是这个 有组织起来 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说的是 所有的人会批评这件事 完全就是因为 羡慕嫉妒恨 羡慕呢 我想大家现在 又很高的道德 去评判他们说 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些慈善 我想如果哪天 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或是我们的爸爸 妈妈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是不是会做这件事 你24岁会不会接这个活动 我想所有的人 网民应该也会说 我其实也是会做这件事 大家只是觉得 我没有这个机会 以及为什么 在中国没有给予一般的人 有给到达这个地位的机会 你看台湾妹妹是不是看法简单 那个羡慕嫉妒恨 是有不同对象的 是 对年轻 美貌 美貌 是羡慕 对他有钱 是嫉妒 对 对他恨 我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是背后可能有猫腻 也有可能猫腻 可能跟古财力 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这个才是恨 还有就是我的机会不均等 就是他生来就有这道好命 而我靠我自己努力 我也达不到他的好命 不仅靠我自己的努力达不到 而是如果说这些事情 假定说是有公权力牵涉在里面 那他等于是剥夺了我的幸福 来取得他 有人说过 那个爱马斯包 那是深圳很多民工 几十块 几十块 省下来凑成里面的一小块皮 一小块皮 这样的包随背得起 我跟你说 所以又婷你会这么说 我完全能理解 就是他你是个台湾美女 你知道吗 台湾美女呢 你就相信那些声明的东西 就是你 你知道吗 那么所以 我这也是我一开始的一个认为 我看表面上的资料 我说这不是一个好孩子吗 他不是做善事吗 他是家里有钱 那也不是他的错啊 对吧 你看 所以我就会像又婷一样推倒 那么你们骂他是羡慕基督恨 但是我跟你说 所以是台湾美眉的眼光 作为我们大陆人呢 再想深一层 又变得能理解那些骂他的人了 好 未见得就是羡慕基督恨了 因为呢 声称的这些东西 微博上介绍的所有的声明 所以前一阵 咱们不是有一次做节目 我说让我们去核查 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份声明吗 对吗 好 这个声明 你看我椅子马上就矮了半斤 声明 声明当中 大家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 这些蛛丝马迹呢 你知道吗 也不能说 说实在的 公安局也没出来呢 也没说明一定有问题啊 但是以我们的生活经验 我们已经啊 觉得有点什么问号 比方说 说这个 他的爸爸 是叫卢俊卿 是 这个人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跟你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没准我见过这个卢星宇 即便我没见过他 我确实见过他的爸爸 卢俊卿 因为我都说了 我们主持人 有一种谋生的方式 就走学 我们有时候会去主持一些活动 对吧 那么其中我主持过 应该有他父亲参加的一次活动 我是完全记不清了 有可能就是这个华商会的活动 但是他爸爸的风采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爸爸现在未见得是政府干部 他爸爸至少当年做过政府干部 你知道啊 就是他爸爸走出来 当时我就一看啊 我没有诋毁人家爸爸啊 我甚至可能是夸他 他爸爸有这个 我党高级 干部的风采 你知道咱们平常看那些革命电影 看的多了 就塑造的这种啊 高级干部的这种讲话的这种语气 气度 唐国强的风采 这种这种风范 我当时还说 我说这个 这个卢总 我说你这个很帅呀 穿着中山装 出来一讲话 确实有高级干部的这个风采 但是不是不知道啊 这是题外话 我就说啊 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华商会的会员向所谓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的定向捐赠3000多万元 已经建设了20所非洲希望小学 那么他们说按照这个法规规定啊 就是说收取10%的项目管理费 这就是卢美美被叫成美美的由来 大家会说可能又挺你说的话可能很多很多很多人不满意 说你说我羡慕激动 我怎么羡慕激动恨呢 我主持正义呢 对吗 他这里头有没有猫腻呢 他要有猫腻 我这个就是什么呢 我这个就是路见不平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要要要去揭发他的真面目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又挺对卢美美研究了很多 对 我说呢这个不只他们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在这个慈善的过程当中 大家会觉得跟红会一样 好像很多招募不清楚啊 大家会觉得我们的爱心 好像变成他们的私人财富等等 大家有这样的怀疑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还有在危机处理上面 可能他们也让这件事情因此而扩大 就像他爸爸出来说 你知道全世界最三冤的 全三冤的就是 第一斗儿 第二赵作海 第三就我女儿 然后呢第二天问他 他说第四还有一个呢 就我 他说你看我女儿捐了钱 捐了青春 捐了钱买来的 就是青春去做这些善事 我还得被你们骂 你说我们家冤不圆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回话 就是说在我们 如果我在台湾看 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什么 他们都低调到不行 你越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做善事 他越逼啊 就是越说 没有没有 这个善事就默默做 你千万别来访问我 大家有一种就是 你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很大的 所以你讲话的时候 你得收敛 你得有一个模范 而不是说有钱 我捐了我做善事怎样 你怎么不夸我 你怎么还骂我 就是那种态度我觉得 但是呢 会招骂 这样我就想起去你们台湾撒钱 我们那陈光彪了 一样的意思 但是后来对陈光彪这个人 基本上形成的公论就是 那只要他的钱不是不易之财 那么再高调 他实际上是帮助了人 总是应该肯定的 对吧 那么这个事 徐老师 我就发现这也是中国社会 一个特别难解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假如说所有的声明都是真的 假如说 这个孩子 自己也捐了一百万 假如他爸爸的钱是好道来的 那么他们要去非洲 当然也有些人骂 说有钱为什么不在中国建小学 要去帮助非洲 这玩意你要骂 那当年毛主席就开始了 是不是 支援亚非拉 但就不能这么说吧 问题是 你像这个卢星宇在微博上 还跟人辩论呢 说我把从小到大 长辈们给我的几百个红包 这几百个红包就一百万元 全部捐给了工程 说这个世界 市华会的筹款目标 十年筹款十五亿 在非洲援建一千所希望小学 这是将来的计划 将来的计划 对 就是他们 他那些学校有没有建了到现在 说啊 这个卢俊卿 就我见过的那位 曾经率领三十多位民营企业家 组成的中国企业家 慈善非洲型代表团 分别在这个非洲三国 启动了中非希望工程 反正是听说 任何一家呢 听说是有的 听说声称是有的 那么多国内的做生意的人 他们也愿意捐钱到非洲去盖小学 是 这个中国清机会这个机构可以相信吗 中国清机会是这样 它是 这个我也做过调查 它是民政局登记的 它的业务指导单位上面是团中央 团中央 那他们应该相信吧 那中机会说了 清机会 不是清机会说了 说呀 已经建设了二十所 从中收取10%项目管理费 但是呢 有一位清机会中层官员也说 说这个中非希望工程项目低调宣传 担心有争议 民政部一位特邀专家说 这个项目是否推行 曾经在清机会内部存在不同看法 那这个事 怎么说 根据美国的经验呢 美国有一些国际性的慈善呢 其实它政府在后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特别的推手的 比方说那个原来那个卡特有个叫和平军 这个计划呢 对于实际上对美国青年是一个插对落户 是非常高尚 在我听来的时候就是好像美国的大学生 他们参加了这个和平军以后 他们就要到先在美国受一个训练 然后呢就要到印度 孟加拉 非洲 肯尼亚 什么尼日利亚 那些地方 住到普通的非洲人的家里去 很苦很苦的 这个我女儿就认识 他们同学就去做这样的事情 打完了针 到那里去一年 两年 接触各种 就是最苦最苦 就像我们以前那个插对落户这样 然后他对很多青年他愿意去 家里很富有 但他愿意放弃这一切 但美国政府呢 会提供一定的保护 比方至少人身安全啊 或者你中途改变主意让你回去 那么虽然他对美国青年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但是从他美国的国家战略上来讲呢 他又是他的另类外交 是 他使得美国的民众呢 胸怀世界 美国的年轻人 知道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 哪怕中东国家 有的还有危险 所以实际上从我们 从外交的角度来讲呢 这种 这种民间外交 其实背后都有战略目的的 当然 你给我们开拓了一个思路 可是呢 我觉得这个事啊 就说这个卢美美啊 他虽然跟郭美美不一样 但他之所以变成卢美美 他确实跟郭美美有关系 我说的话是不是有点绕 我跟你说 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 你看我们不信呢 对对对 这个社会 你现在已经搞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 哪怕你说了 可我不知道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 这个事情在我看来 就上次红十字的会议的事情 说明我们大家对于政府办的慈善 严重不信任 而且因为郭美美的事情 我们才搞清楚 原来中国红十字会 跟国际红十字会 不是一回事 是一个官方机构 对不对 很多人原来都不知道 因此引出了很多问题 包括现在郎贤平也提出什么 什么捐血都是免费的 卖血每年有多少个亿 这些都是以红十字会名义 在运作的 那这个是一个对公权力的监督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的事情说明 因为对公权力的慈善 不相信 当时你记得吧 那个小渣马上提出了 就应该大力提倡民间慈善 对不对 可这件事情就给我们 另外一个警钟 就是说我们对民间慈善 更不相信 你看到没有 我的不相信在哪里 我就非常简单 什么协会啊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这极没文化 没有一个机构 会给自己加形容词 你不要说 你可以参加中国艺术 电影工作者协会 你不会参加一个 中国杰出电影工作者协会 这是简单没文化嘛 你参加去你就结束了 没参加就不结束嘛 对不对 又听咱们俩成立一个 优秀主持人联盟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好快说 有什么内幕 有什么内幕 对啊就是你知道我们刚才这个就像这个老师说的很多在国外的慈善机构你做的人你本身都要在那里过的我去采访过日本财团它是全世界这个NGO前四大他做的就是一样他不日本他们除了日本他们建那个养老院他在外面也建学校然后呢帮助很多这个平民他这个财团的团长啊他们是住在那边住一年的他是在那边跟着他们就是过那样的生活他还叫你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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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 学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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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 宇宙天地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 对不对 然后他里边有几张 跟领导人拍照的照片 跟什么人的照片 这些照片他都经过处理的 他把旁边的人裁掉什么什么 然后又收很多会费 然后他其实他的目标 那个可能非常高尚 将来火星协会 其实所以我就说 我都主持过他们的活动 我也一直没闹清楚过 组织这些个企业家协会 到底是干什么 筹钱 筹钱嘛 从主办的人来讲 就是圈钱 参与的人来说多一个社会关系 是 我们大家build的一个社会关系 我讲就开玩笑 香港不是每年有七一有庆祝吗 就在那开酒会吗 我也接到邀请 我去过一次吗 我去过一两次 全是这些做生意的人 哎呀真是闷死我了 全都拿出了一大碟的卡片 上面都是这种符号 什么什么协会 什么什么杰出 什么什么诸位商贡 互相之间都在拉来拉去 背后全是声音 在这个华商会的官网上 罗列着一百多个顾问和高管的名字 包括一位联合国原副秘书长 好家伙 两位什么原来国务院的 原来证监会的 原来各部的都是原 都是原 高级顾问 什么什么的 好家伙 只要团中央下面的青少年基金会 在这件事情上清楚 就没关系了 这个就是一个民间的忽悠的事情了 然后青少年基金会会去调查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名誉牵涉在里面 中非希望工程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但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去 他们只是在国内做社交 而且我在想的是 如果你这是一个协会 那你肯定会有一些 就像一个公司一样 你会有董事会 会有个组织 你这个组织可以决策一些你们的 例如说善款或什么 谁决策一个24岁的小女孩 可以当头 而正好他爸爸就是这个会的 最主要的出钱人 那这个怎么是选拔出来的 我恐怕也觉得 是啊是啊 主要挺小 怎么回事 怎么不会是选另外的一些会员呢 这就有点家的概念在里面 然后这个事情一闹 你看现在很多参加这个会的人 都在抱怨 交了很多钱 被骗了 拿不到什么东西等等 我相信这一类的机构会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 就是我现在觉得 有中国的这个企业里 有一种宗教化的现象 有些时候 他们比如说一个企业主 他出来的这个范儿 是个领袖的范儿 你知道吗 这个现象极其普遍 就是是不是他觉得 树立这个个人性格魅力 能够促进员工的这个凝聚力 咱这从正面讲 但是有的时候你感觉 那家伙就有点珊瑚海啸 就是有点那么个劲 就是 而且自己的公司里 搞出很多标语口号 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背 整个里面下面像军训 真的像宗教一样 全部都要崇拜这个老板 但我觉得这是可以像郭台铭是这样的 郭台铭也这样 郭台铭在这个企业界的 他的管理学是很军事化的管理 这是非常有名的 他对内是这样 但是你看他对外 他绝对不会对任何的民众 或者是媒体讲话的时候 也是像他在公司里面这样子 叫你罚站 或者是拍桌骂人 这绝对不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对 这是两回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说 大家这个